大家好,我們是赤短信貨士班的 然後我們選擇主題是台積電這間公司 跟大家做分享 那首先我要先做一下台積電的公司簡介 然後再來就是台積電他的品質架構 然後再來他之前有跟那個中興公司 發生過的訴訟侵權的案子 然後就是最後就是台積電 他現在所對我們的環境 他本身一些問題 就是跟電視努力發的觀點 跟大家介紹 首先台積電他就是幫一些就是 設計半導體電路的公司 然後做生產製造的部分 就是像這張圖片就是那個機體電路 然後就是像比如說聯發科 他可能自己研發設計出這個電路出來 然後設計出來之後 他那個生產製造的部分就會委託給 像就是台積電這種幫其他公司代工的公司 就是做生產製造的部分這樣 因為就是你要帶一間晶圓廠 其實需要可能要好幾百億美元以上資金 那很多那個半導體設計的那個公司 其實他是負擔不起的 所以就是在他們設計出這個電路出來之後 他們就是會把那個生產製造的那個工作委託給 像台積電這個公司就是幫人家做代購這樣 然後台積電他在全球大概四百多個客戶 然後他生產出來大概超過八千多種的產品 就是會被用到我們像我們手機啊 或電腦等等一些單心的資訊產品上面這樣 然後因為台積電他在那個晶圓製程技術方面 還有那個他的品質都是很優質的 所以就是很多客戶都會很放心把那個大公的那個工作 交給台積電去做生產 然後台積電他在去年的全球營收也是盤名第一 然後也是施加率超過一半以上 那他這個全球晶圓大共龍頭總部就設在我們台灣 然後這張圖就是他在那個科學園區的總部 然後他在我們台灣有設立八座的晶圓廠 還有兩座的封測廠 然後在海外還有一些子公司 那台積電他的核心價值就是可以呼應 孫子裡面講到的那個自信仁有言 就是信任這個部分 因為台積電他是很重視信任的一個公司 像比如說第一個核心價值就是誠信正值 然後第二個是承諾 然後再來就是除了創新以外 最後的就是客戶的信任 就是四個核心價值裡面就是有三個都是跟那個信任這個部分有關係 那第一個誠信正值就是他們奉為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理念 那譬如說他們在選工業商的部分就是秉持得很公平公正 很公開的態度 而且他們在選任員工的部分也是看他的品格跟餐人 就是絕對不會靠關係走後門這樣 而且他就是跟客戶做承諾的事情他也會一定 其實會做得到如果說他做不到的話 他也不會輕易跟客戶下承諾這樣 那第二個就是核心價值就是承諾 就是張忠活他之前在中央大學做演講的時候啊 他的主題就是說工作生活跟承諾這三個要素 就是你要都具備以後就是一個人才會有一個很快樂的人生 而且你說就是對別人有承諾以外就是你對自己下的承諾你也要做到 然後我可能就是要想盡辦法去達到自己一下的承諾這樣 然後他也要求說他台積電的每個員工就是對公司就是要做的承諾也要做到這樣 那他同樣也會以同樣的態度去對待他的公司跟每個員工 那最後一個就是客戶的信任就是他台積電覺得說他每個客戶的成功就是他自己的成功 然後他把他的每個客戶都當成他自己長期的那個partner 而不是說就是只是短暫的一個交易的那個對象而已 然後再來就是介紹那個台積電的組織架構 那我們這邊部分是用那個孫子兵法裡面所謂的那個道天地降法 我們來分析一下說台積電他這個組織是怎麼樣在這個產業裡面一直維持一個龍頭的地位而屹立不搖 那道就是一個我們對於一個公司而言一個企業而言就是我們一個願景 一個鄉親裡及和大家願意留任這個公司去努力的一個目標 那以台積電來講他道就分成最重要 就是希望成為全球最先進最大的專業技術電路技術技術的那個製造服務業者 那第二點就是要成為客戶長期值得信賴的技術及財能的工作 再來就是說企業的核心價值前面有提到 那以台積電來講他最重要的核心價值就是所謂的我們的誠信正直 這個我覺得也表現出來他在他們目前這個企業上對外的一些形象 像我們這次高雄這個氣爆事件 我覺得這是一個給大家這個在應該是會有這方面對於他們企業會有這種感受 那其他還有像前面也講到屬於所謂的承諾創新及客戶協任 那當初那講到天的部分就屬於我們一般講是天時定義的部分 那在天的部分來講 當初台積電成立的時候 他是在1970年代的時候 那個時候全球半導體產業那個時候是有一個缺質公共的趨勢 那台灣在當時的時候我們只是做一個是初級的 比較初階的是出口導向 那時候我們是希望能夠做產業的升級 所以我們就成立了中研院 那在那個時候 條件之下就產生了一些那個IC設計的公司 他們就是要有晶圓製造 那當初晶圓製造的 是有一些IDM IDM就是所謂的晶圓原件製造公司 但是他們IDM的公司不是專門是做晶圓製造 他們有兼助很多其他的垂直分工的業務這樣子 所以在那個時候 那台積電就採取了說我們要採取做一個專業 晶圓代工的這個經營策略 那在D的方面其實跟也是跟環境比較結合 就是說他們那時候就推出了一些像他們商業模式的創新 他們就是剛剛之前我講到的他們就是 中子就是要成立一個是專業的經營 是這個代工的公司這樣子 延伸而出的就是一些價值的創新啊 就是不斷的要提升客戶的服務 還有建立客戶的心態感情忠誠度 另外他兼具的是說 當時候我覺得在台灣來講 台灣的我們的有相對我覺得是 就是教育程度蠻不錯的人才 那我們本身的我們的員工勞工的數字 也是非常的認真打拼的精神這樣子 那在接下來講醬的部分 醬的部分不可否認的部分就是說 至今為止他們的張東謀先生 他的長城思考這個宏觀策略在 在我們我們以一切企業家的角度來講 是非常的很利能敬佩的 對然後另外的部分也是講說 他們除了當然除了張東謀先生本身之外 我們也是很需要我們專業的經營的 他們就是很很重視就是說 我們就是要靠能力的 而是不用不靠關係 希望大家都是一個非常注重品格 還注重專業裡面的公司 那法的部分那一個公司很重要的部分 就是一個制度面 尤其是一個這麼大的 那麼多還全球的那麼多產業的 那麼多其他代工廠的一個 一個龐大的組織體系 是很重要的就是要靠一些規章制度 那他們來講 我們張東這個 台積電他們這個公司 就是一個很完整的組織體系 還有內機內控的制度 也是一個非常重視知識管理的學習性組織 那還有特別的是說是幸福產業 那員工是希望員工是有一個 比較健康平衡的生活 比較是反對員工加班的重視效率 這樣子 希望給予員工是良好的福利利用力 這邊的話我們所提出的那個案例 是指是台積電跟中興 就是我在利用時間 就跟大家簡短介紹一下 2000年的時候 中興的農事長那個張武金 他是獲得到中國大陸的政府 然後手藥扶持的 手藥扶持的一個那個晶圓代工廠 所以他蓋了 中國大陸第一個八寸晶圓廠 然後在2000年成立的時候 所以台積電員工也分閉跳槽 在03年的時候 台積電開始慢慢有發現說 移植員工疑似將12寸晶圓廠的機密外傳 04年的時候開始在那個中興在美 在美國還有香港開始掛牌 然後台積電開始大舉向ITC 就是那個美國國際貿易委員會 對然後控告其侵權 然後04年的同年的話 他們也有達成和解 但是到06年的時候 中興因為沒有一月定支付賠償金 所以等到09 等到同年的時候 9月的時候 那個中興又提出 台積電違反和解的協定 然後09年的時候 侵權官司雙方就和解 但是結果的話是 那個台積電他後來成為 他們那時候提出和解的約定是 台積電成為中興廠的 中興企業的第三大股東 然後中興的前董事長長如今也因此被策劃 然後2000年中興剛成立的時候 台積電員工開始慢慢調查 主要是說 因為其實台積電的時候 已經開始慢慢收集對手的資訊 他一開始的時候 並沒有馬上對中興開始提出控訴 這個就是孫子實際篇的謀定文後導 他先將所有的資訊先收集整理好 而且他是選擇在美國 就是我們剛剛所提及的ITC來做控訴 因為美國其實對專利權法 他算是一個比較完善的一個國家 然後接下來 ITC裡面的話 一個發現揭露程序 主要是說可藉由提告 來獲取還有保護其他的證據 也必須要由中興來提出其他證據 來把那個台積電本來不知道的資訊 慢慢藉由ITC把它完整的湊合起來 然後到最後的時候是說 台積電他並沒有像其他的那個大型企業 要求就是對手支付強大的那個權利金 逼取像 其實像IB他們之前有發生類似的那個案例 他們都會向對手 就是侵權的對手 然後這是要求大筆的違約 侵權的那個權利金 然後使得對手退出這個產業 然後 但是台積電的話 他是留給中興一條後路 然後使得他並沒有 應該說 因為如果中興關場的話 台積電擔心了一次說 之前被中興竊取的一些其他的技術 或外流等於是破壞市場 然後首當啟動的就是台積電 這就是軍政篇所提到的為時必存 然後再 呃 虛實篇所提到的那個趨之以利 最後台積電又是那個中國政府成了大英家 用台積電的經驗帶領那個中興開送中國 主要是說當時中興侵權樣再生 然後逢年年虧是 其實中興大股東那時候已經認為那個張如今 他蓋上的階段新任務已經告一段落 所以不排除力請高手來帶領中興到下個階段 並也可以趁機把那個張如今拉下台 新董事長就是應財的那個董事長叫做王寧國 但是因為應用材料其實跟台積電其實有有非常良好的關係 他們都是彼此的部位客戶 然後最後是那個孫子作戰片的那個石之 石與敵 主要是說運用對方的資源 藉由成為台中興的那個第三大股東 強化台積電全球布局的版圖 這有點類似叫之前三國時代那個草船借鎮 那我這邊就是針對這個台灣這個事件 來跟大家做一個比較就是比較詳盡的介紹 其實我們看到的就是一個學期的孫子頂法 那可以知道其實孫子他是不好戰 除非是說真的是遇到死生之地存亡之道的時候 那雖然說在企業來說就是不會像以前的戰爭這樣會可能會失很便宜 但是以一家企業來說其實它關係到很多員工的一個生計問題 所以至於說台積電它到底要不要開戰呢 那我們這一我們來做一個分析 開戰的話就是為了要保護那個台積電它的科技技術還有智慧財產權 然後以確保市場競爭的公平性 那如果不開戰的話呢 因為我們都知道台積電的EMS 它就向來就是以差異化為競爭優勢 那如果台積電它的機密萬有的話 其實對台積電來說是一個非常大的隱憂 然後像之前那個台那邊有提到它當時在2000年的時候是被中心挖角的問題非常嚴重 所以其實台積電它必須要針對這個事件去做一個一個回覆 那既然要開戰的話 那當然要怎麼去應戰呢 其實那個前面孫子兵法也有提到 我們必須要去剖析他們之間的利害關係 那有提到說自責之律必雜以利害嘛 所以你要什麼樣的結果呢 那我們這一組其實分成你要戰而求勝還是戰而求和 那戰而求勝的意思就是說 讓中心家公司破產 那破產之後那自然廠房會出售嘛 那出售之後其實接下來的敵方應該會就是 以戰爭降低價格去做一個就是拼價錢 那如果這家公司轉而進到台灣的話 其實對台積電來說它就是又造成了另外一個敵人 如果戰而求和的話呢 接下來可能台積電會經濟一個比較長時間的訴訟債 那成功的話就是會得到賠償 那前面才有提到 其實台積電它並不是想要像IBM這樣獲得比較龐大的權利金 它其實是想要得到中心的一個股權 那雖然說得到中心的股權 它其實沒有辦法去得到他們的經營策略 但是其實對他們的定價是可以有一個程度的掌握度 那接下來就是也可以進入中國市場變成一個跳板 那接下來要如何自勝呢 其實自勝的關鍵就是要先知嘛 就是要先知到底人然後要謀算妙算 那其實前面當初在2000年的時候呢 張中某先生他其實有平均出訪到中國 然後他其實當初是希望在中國建一個八寸廠 那他當時也是接到一個通知說 那個台積電他當裡面的一個領域員工 他就是有可能有涉及到違反商業機密 所以他在那時候就是對這個員工提出盡力 然後呢他同時也挖角了一個叫杜東悠先生 他是現在擔任台積電的一個法務長 然後對智慧財產權做一個全盤的謀略 然後在經過沙盤推演之後呢 在美國收集中心的半導體情報 然後做一個還原工程分析 然後在2003年的時候 其實中心當時候是在上海 已經建立了三座八寸廠後 北京又建立了三座十二寸廠 然後在隔年他又在香港還有美國所有首次的IPO 然後台積電卻確診的在那一年 就對中心提出第一次的訴訟 那訴訟的結果是中心必須要判 就是判1.75億美元 以六期的 六期分六期去繳這個金額 然後呢其實當時候其實1.75億美元 其實並不是很多 因為據說是當時中國政府其實有一個就是有涉入 所以他其實台積電就是沒有得到他們真正想要的結果 因此呢他們就是被 就第15年時間去打造一個世界級的保護團隊 那因為之前就是因為有商業機密外洩的問題 所以他們也針對這個部分做一個更重嚴的控管制度 然後所以在09年的時候呢 當時就是又對中心提出了第二次的訴訟 然後訴訟完之後呢 中心當時是賠了大概2億美元的那個賠償金 然後因為必須要割 就是要割股培礦 所以他當時釋出了大概8%的股權 然後這樣子呢 其實這樣子那個台積電 他就是有得到他想要的結果 那我們覺得這個其實是運用在 孫子兵法的那個為師必須窮後物墜 那接下來讓工程大哥幫我們介紹一下 他現在遇到的問題 一個完整的那個金顏代工廠 然後他劇列數據有些金顏廠的尺寸跟廠數 還有製程單位的技術、量力 還有製程參數、資料庫的服務能力 以及IP的服務能力 這其中的話喔 金顏廠的尺寸的話 像我們現在都已經有6吋、8吋、12吋 慢慢的話 越來越大 然後這些的話 他能 金顏尺寸越大 他的產能就越多 然後 產能越多的話 投資成本也會增加 也就是他的那個折舊攀體的成本 也會大量的增加 因此如果他的產能沒有辦法說滿載的話 也就會造成說 毛利就會被侵蝕掉 另外第二個就是那個製程單位技術 製程單位技術的話 我們現在知道說 他一直在往那個奈米 奈米的話那個製程 製程在跑 那也就是說他越做越小 他能容量的那個 那個電晶體的那個數量越來越多 也就是說他的功能就會更加了 更加的好 另外這個量率畫面的話 量率的話 是一種 提升量率的話 只有在製程整合 跟不斷的在 生產的測試中去改變各種參數 才能慢慢的提升 那第四個就是說 那個製程參數資料庫的服務能力 它這個也是台系電的一個 那個提供廠單的一個方法之一 也就是說 他能 有些IC設計廠的話 他並不一定 不是每一樣的設計的電路 他都行 但是他台系電 他就有這個資料庫 他能提供給這個廠商 同時的話 也 也 也替這個今年製造廠 增加了一些利潤 第五個是IP的那個服務能力 這裡面的話 是今年代工的付交價值 毛利的提升 因為 他會減少了那些 IC設計廠的那個研發 以及他的成本 那我們來看一下 在這裡面的話 他台系電的話 他在2013年的話 這是他的一些那個 他的一個那個 一個里程碑 然後他在這個地方的話 他從28奈米 慢慢的往20 然後16 那這邊到10 也就是說 他的技術的話 如果沒有錯的話 已經到了這邊了 但是他卻沒有 目前為止 在2013年的話 2014的話有沒有 他 在這裡面 他的技術的話 他是領先了一些對手 也因此的話 造成了說 台積電的話 他持續的話 他的市場的佔有力非常高 第二個 就是說 在這裡面的話 那個 台積電的話 他在奈米的話 他慢慢的在 就是說他的那個技術 那我們來介紹一下 那個IC生產流程 其實整個半導體IC的話 他的半導體產業的話 他是一個IC設計 然後經典代工 以及封裝測試 在這裡面 IC廠他去做設計 以後 交給經典代工 代工的話 再給封裝測試 然後封裝測試的話 再把他弄好的產品 給IC設計廠的話 去做一種銷售 然後在這裡面的話 我們來看看說 台積電他在市占率 在今年代工的市占率 他是占了50% 聯電13 以及 Gloafound的12 三星7% 還有中美的話 只有4% 這些的話 是台積電在 還有一些半導體 在世界上的排名 在於台灣的話 在這裡面的話 都有一起 像這個是那個 連發科 那這些台積電 是佔有一型之地的 那半導體產業 這個比較有關係 就是說 因為半導體產業 他過去是所謂 隨著墨爾定律的演進 那龐大的製程 跟建廠成本 已經不是中小企業 是中小企業者能負擔的 現在除了intel 還有德宜 以及三星 少數的ADM 他能過以外 其他的廠 都尋求一種 委外代工 或者是 共用這個融化平台 第二個 一線和二線金融場 差距出現過大 在台灣的話 台積電跟聯電的話 這兩個的 市場佔有力 從剛剛那個股 已經差距有非常多 台積電的市佔率 50幾% 然後這個聯電的話 可能過到 好像是只有十幾顆省 13顆省 一線 跟 充斥高階製產 強調市場 二線的話 則積極 積極寻求合作 然後轉進 那個具有成長率跡時間 那未來的半高體廠 人家只剩下intel 台積電 三星 有能力突破 OMOS 基礎障礙 獨立新建 18寸場 那在這裡面 因為我們剛剛講的 他遇到了什麼問題 大家應該已經知道說 墨爾經濟會不會繼續再發展 那如果沒有再繼續發展 那台積電他目前 市佔率50% 也就是說 他未來以後 因為這個材料還有 限制的話 他可能在這個地方 就沒有辦法 那在這裡 也就是說這個是 武力分析 他前代有三星跟英雄 他一直要跨路來搶戰 這個聯電 包括這個市場 好 這個結論 張忠謀先生博士表示 台積電是以技術領先 昨夜製造一個客戶心的關係 三大精神優勢 在業界擁有領導地位 同時他跟客戶 還有供應商的 在半導體供應的緊密 未來將繼續推動技術的發展 那我們在這裡面 因為台積電他在世界上 已經有那麼高的 世界戰友率 他還會有什麼問題 但是 他的問題可能 就面對著他未來 可能是因為材料 科技的話 的限制 以及他的客戶 那在這裡面 我們想講說 他目前在技術上領先 我們胖院孫子兵法 有邊緣 用兵之法 吳士迪律來 是不來 是無有以待也 吳士迪不公 是無有所 不可公業 也就是說 做什麼事的話 一定要完全阻礙 我們一定想到說 我們的競爭對手 以及 他會台積的策略 在這裡面的話 還有一點就是說 我想跟 因為台積電在這邊 在這邊 2015年有發財 還有協逆梁洪 投效三星 也就是說在這邊 20幾年的話 他2015年的時候 一不公布以後 台積電的股價大跌 為什麼 這個梁夢中本來 是在台積電 他是一個副長 研發副長 後來他離職以後的話 這1-2倍 那個三星把它挖去 當一個很重要的幹部 以至於造成 那個三星在16奈米 就是說在16奈米的話 那技術上領先台積電 所以那一天的話 一公布以後 台積電股價大跌 那在這裡面我想知道的 想提示的就是說 十二倍之 強而必之 攻擊不備 足其不義 這兵家之勝 不可先傳言 在台積電 在這裡面的話 他的技術的話 能不能繼續領先 那我們在這裡面 也想到說 常常我們在三導體裡面 有很多 包括我們面板 我們是D-RAN 常常被 還有現在這個 我們的錄耳機 常常被對方所挖角 那我們要如何去自除 OK 好 謝謝 未來就是剩下 那四家 對 一電 嗯 那個 英特爾 英特爾 還有 波羅范 對 還有三星 對 對 因為他的 他的電腦根本太高了 他這幾年了 已經 這是最近發表的消息 哪有在對 沒有 在這裡面 我跟講就是說 新加坡他有一個特許 可是他特許 他新加坡由政府在支持 他也沒辦法支持家庭 這個產業是一個 知識密集的產業 這種know how的東西 一個知識密集的產業 讓他的競爭核心 很難以模仿 包括現在中國大陸 他欽全力 就是說 我們如果講到我們台灣的話 大家就只有兩個 可能我們的創新裡面 有講到說 聯花和台積電 所以大陸 他現在激起的一套 看到了這個產業 IC的一種範大人 其實他一直在應用 他一直想要產工這個市場 但是有沒有辦法 新加坡的話 特許他沒有辦法 所以特許被那個 Glom Glom 對他把他那個訂購下來 所以現在未來的話 因為這是一個知識面 但是 在這裡面也沒想到一個 就是說未來的話 因為 隨著那個材料科技的限制的話 台積電他可能有一個瓶頸 就是說 當他的技術已經到達某一個地方的時候 他要如何去突破 包括現在Intel還有三星 他全部要產工這個市場 第二個 我是覺得說 在這個 在孫子兵法裡面的話 被跟孟子一個想 故天天干大了於四人 也必須苦其心智 最後他講了 入則無 法家胡是出國無 出 出則無 敵國者 國橫往 也就是說 這種維基意思的話 一定要有 這孫子兵法 他 他在那邊 前天在講的就是說 無事抵制不乃 是我又以待職業 所以說 大概有憂悍意識 OK OK 還沒什麼問題 你看看 最近兩個禮拜 國內有關 對半導體業 兩岸之間半導體業的最新態勢 令人憂心忡忽 隨時都取了代職業 不是我們取了代職業 對話 我是相反的 所以張諾謀 他就發表了一個講話 說我們對大陸的優勢 仍然然貿易 可是 其極可 所以你剛剛講的 有在中間 你這消息啊 可能還比較久一點吧 2011年 2013年 那就是順其萬變 請問一下那個 大陸最近在發展 紅色中藝面 那他有沒有後發現這個機會 蛤 紅色中藝面 這對半導體的紅色中藝面 那因為大陸他是用國家的力量 去組織這個產業 那他將來會不會有一天是 會後發現這個一個結果才會 有可能 但是齁 我目前看的話 台積電他的威脅的話 他並不只 在整個技術上 大陸應該還看不上 應該像是Intel Intel他是從CPU開始做進 他有可能成功 但是有沒有像台灣做得這麼成功 因為Intel他是把整個 他是從設計製造 還有風通他是整個ITM 可是我們的台積電 他唯一的不一樣 他為什麼聯電他不同 還有三星 三星的話齁 聯電他是用游擊帳 他做不大 他沒有他一般呢 我就說我交給你去做 我不是我怕你到的技術超級去 但是張忠謀他就一直 有沒有他就一直 我就是做專業的這種代工 那在這裡面的話 就產生了一個 大陸有沒有這個技術 我認為說目前的話 像台積電的市占力 已經五成幾% 在那麼有名的話 大陸即使要搶工 就是那麼容易 這台灣那個僅存的一個產業 還可以領先對阿 你知道嗎 然後這個 這塊 這塊最後僅存的喬寶寶 這個水啊 越來越高 越來越 越來越 怪他被淹沒 了解一下這個情形 事實上 IC設計這個領域 台灣本來是要要領先 所以像連發科啊 還有台灣一些IC設計的公司 事實上是領先非常大 可是也不過一年 一下子呢 IC設計現在幾乎已經提供出色了 他們有一個專門生產IC設計人才的 IC設計學院 這幾個重點大堆 日以繼夜不斷的趕工製造 IC設計的一流人才 如果IC設計這塊 重邏輯 重思考 重數理 重規劃的 重設計的這個領域 很快讓他可以 可以趕上來 製造這一塊 當然他比較強調管理 還有強調文化 還要強調資金的機構 這塊可能有很多文化的要素 但是以現在這個整體的趨勢來看的話 其實 特別是他整個國家在支持這一塊 就是看起來 我不會向你們樂觀 所以未來只有他私價 英特爾 英特爾都不見得 那神聰的話大概 大概也不是很樂觀 Anyway 你們這個各位MBA同學 對這方面的研究 吳孟軒 你寫這個報告不是談那個梁孟松嗎 梁孟松那一塊是什麼故事 你剛剛在想講沒時間講 你還記得嗎 他那個時間點有點 就是前幾年的事 對我知道前幾年的事 可是那是2015年喔 2015年1月20號報道的 噴下雜誌 就是今年初1月20號報道的消息 那個消息出來其實也給台積電很大的散發 你剛剛有提到那個 那這個 這個大家看一下 這是今年喔 現在是6月20號 才剛吃完粽子 五個月以前 天下文化做這個報道 這個梁孟松啊 他在台積電裡頭已經工作二十幾年 他本來在美國拿Burkey的PhD 拿到電機的這方面的PhD 然後在美國的一些一流廠商工作 大概不知道多少年 然後就夾帶了他的學歷 他的經驗 就來到台積電 在台積電停留了十幾年的過程當中 已經擁有五百多項專利 個人擁有五百多項專利 所以就是台積電數一數二的研發的這個 這個猛項對不對 可是台積電的研發長出缺了 他很想要佔這個缺 但沒想到他卻沒有佔到這個缺 就被另外一個研發副總去帶子 那這個時候 其實有這個故事 覺得大家應該可以探討一下 你知道他在美國留學的時候 他的老婆是一個韓國人 那我覺得張宗某在做這個人事決策的時候 他不應該不知道他娶的是一個韓國人 這第一個 第二個 他不應該不了解韓國人是什麼樣的民主特性 這第二個 第三個 當他做決定不讓梁夢松來接研發長的時候 他應該知道會有什麼樣的結果 可能應該會有什麼樣的結果 這第三個 第四個 他沒多久以後 他把股票選擇權領了以後 因為台積電不是說你立刻就可以領 他好像有幾年 領了以後 他就離開台積電了 離開台積電以後 他不是全世界他不是去 不是去日本 不是去大陸 不是去美國 不是去德國 不是去印尼 他是去哪一個國家 韓國 我已經問了第四個問題了 他到了韓國去後 他不是立刻投入Samsung 他到那個成軍管大學 韓國有一個有名的成軍管大學 成軍管大學是一個私立的大學 那麼早期維持中立的一個色彩 後來成軍管大學 慢慢慢慢的 逐年都被Samsung這家公司 把它給買下來 那成軍管大學變成Samsung的一個 一個相當是一個代理工 一個代理大學 專門為全重培養 全重需要的各種人 那他不是在別的大學 不是在索爾大學任教 不是在高麗大學任教 而是唯獨就是在成軍管大學任教 在任教的時候 他教的人 不是教其他公司的人 他開一個專門的博士班 那教的你都是誰 教的都是Samsung裡頭的IC設計 Samsung裡頭的IC設計 半導體專業的一些人 這些事 張卓某一點都不知道 我剛剛連續問的這五道問題 張卓某全部都不知道 是吧 然後他在陳軍管大學 教了兩三年的書以後 剛開始是個大學教授 離開台積地以後 當陳軍管大學的教授 後來再過兩三年以後 他就搖身一變了 變成這個 因為那個旋轉的條牌 有一種叫做 靜那個 靜夜靜置的一個條牌 那個期限一過以後 他立刻就正式進入到神眾去了 然後進入到神眾去以後 一年以後 神眾立刻在 在半導體製造的某一些重要的領域頭 本來都搖搖落後台積電了 一進去以後 一年 立刻就趕上台積電 而且要比台積電還領先 這些逆二在戰陽山的失算 張卓某最大得人 張卓某居然毫無知覺 他不知道這台積電 會被拆開 意見 所以 10一個叛將 就導致整盤的局勢 全盤反轉過來 這個案子 最值得考慮 你們相當看 怎麼這個案子 值得大戰議槐的考慮 你們的看法 是不是這樣 我首先問各位 我剛剛提了那五六道問題 一二再再三十二十一連圈的問題 張卓某都毫無知覺 他不知道这个梁孟冲 有没有这种可能 他娶的是韩国人 他在内部里头应该经常有party吧 会不会有party 你知道这么美化的一种公司 美国化的公司 每逢周末 每逢庆功 每逢专利申议下来 应一定会把高级这些 高级 高级主管的一些家庭 太太请来 大家一会派party 怎么会不知道他老婆是韩国人 各位同学 张中文完全对这件事情不知道 然后只到事后才能够起诉讼 可是人家已经离开 那个禁业条款的期限了 所以你不负负负 你对他又能够有什么办法 所以你最后 你要猎杀叛将 你猎杀了什么 你怎么猎杀 就毫无警觉 毫无警觉 而且这个竞争不是只是公司对公司 它基本上是产业对产业 基本上已经是国家对国家的竞争了 台湾人在这一块里头啊 我老实说我感觉到 从早期的HTC被韩国Samsung 网络上头散播摇远 网络上头不是有些网民吗 有些刷明吗 所以用台湾人的 科医去丑化台湾人 不 HTC 对不对 那你HTC能够做什么 你不能做什么 那这个案子更加严重 做 做失整个领先的一个优势 拱手的让你的接近对手拿走 你不觉得这个是很严重吗 而且一点都不像世界级的公司 你看一个人事决策的错误 可以导致这么大的一个创伤 半导体现在是台湾唯一在世界上 还能够值得撑到的公司 什么面板啊什么手机啊 那个都已经不见了你知道吗 还有什么 这么重要的领域 重要的公司还做失这么重大的错误 我真的希望还能够了解内幕 但怎么会犯下这么大的错误 同学你们有什么看法的 这个才是跟兵法 比较更加有那个传奇性 有那个 有那个启发性 这块好像只能突兀突兀了 难道 这块不是比较 比较有这个 有味道 所以 所以像这一块啊 这一块事实上你值得一而再再三不断去主角它 四个字四个字的 每四个字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种思考线索 立而幼之 怒猛老之 亲而离之 你再亲的人都免不了 一个眼睛都融进一颗沙子 那你这么重要的人物 还融入了他旁边有一个韩国太太 你对韩国人的个性一点都不了解 你不知道吗 这种人事决策 你感觉怎么样 这是HR的策略 这也是整个公司的策略 这叫先知 你们不在谈先知吗 不谈先圣吗 是不是 是 你刚刚讲说 这么一个他起航过来 不知道我自己 因为人师啊 你刚刚讲 这个方面 他的意思是说用冷的话 应该是大量的 可能不要有这个 我的意思是说在用冷方面 应该是广而纳斯 没有错啊 是广而纳斯啊 但是 是广而纳斯啊 但是 那是另外一个概念 跟这边不一样的 广而纳斯 但是一点解决性没有 一点解决性 好不好 我们没什么问题 刚刚说那个 张总统为什么不知道 他有一个韩国的台南 但是实际上 在我们台湾的公司里面 有时候我们都 会说 不要太去涉及他的意思 所以我们不会去对他的家人 有太多的 或者是太多的 或者是这样子 只是在国外 比如说 他去参加公司的活动 一定要带一个版 不是一定要带一个版 这样我们他有办法 除了知道他这个 就是他有办法再更了解这个 但是我们台湾 好像不太会做这样子 台湾是另外一个国度 是不太像这个地球里头 应该有的一些思维 然后是另外一个国度 好像你今天那个太太 大家会不会很疯 对 这样他觉得不会很疯 不知道你们的看法是谁啊 是不是太紧张了吗 他是 还是 事后诸葛 难道就不能有事前诸葛吗 不会想到这一下吗 但是这种模式离开 有什么方法可以挡架 他说不定不适合 升迁成为他那个位置 是 他可能是一个研发人才 他不一定是一个好的主管 我的问题只有一个 你难道不能够预见到 他一旦没有坐上研发长 这个位置的话 他紧接下来会采取什么样的动作 难道你不能够预见到吗 但是或许他是不是一定预见到 那如果他坐上研发长的位置的话 可能产生的苦果会比这样子还要大 那如果这样的话 他应该先前在台积电十几年当中 应该都有很多的蛛丝马区在才对 为什么在 上不上研发长这个单口上 都会闯出这样的问题 如果按你刚刚所讲 应该是过去十几年在台积电 这些研发专利 个人拥有五百多项 在这样的过程当中 你应该就有这样的顾虑才可以 你可以说他是属于比较孤傲型的 比较不是团队型的 但是我们或许也可以讨论一个问题 如果他不适合当一个leader 那请问他适合当什么 可是你今天他的位置不见了 那他一定会采取什么样的措施 你应该了解他的个性是什么 两军对视的时候很重要的一件事 在我们这门客里头一直都没有时间去谈 就是你要了解对手降临的personality 你要了解对手个人的integrity 还有对手降临他的一些特性 他的心理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医学 那你对梁梦松这样的人的个性是什么 以及他如果没有得到怎样的位置 你应该预见会发生什么后果 那这个后果比较严重的损失呢 还是另外一个事情 对台积电比较严重的损失 内部卡临的一点 沙盘推演都没有 这点就是我想太后的地方 你们看好了 我曾经去买过台积电那个 他流出来的电脑 他们跟我讲台积电的里面的 他流出去的所有的他的硬碟 全部都用那个硫酸的话整个把它弄掉 也就是说他在这里面 他对这些可能他的资讯的话 警觉信息 对 他所有的硬碟出来的话 全部都毀掉 他都流传整个啦 他常常的话他大概三年 他就跟HP嘛 那关系很好 彼此的话他的HP的一个 好像是里面一个懂事 同学就有同学 第二个 讲到这个 老师刚刚讲回 我有一个不同的意见 就是说 因为在中国大陆 他在发展他的那个飞弹的时候 他那个有一个叫半导体支付 前学生 前学生是在流美 然后在这个飞弹领益的话 非常专业 但是美国 我的话却是因为好像那时候有一个 一件事把它关了七年 七年里面 不需要接触到任何杂质 但是他一出来以后 他回到中国大陆 帮中国大陆 建立了飞弹的那个 飞弹的那个产业工业 所以我从这里面 我讲到了老师说 人啊这个 他的know how的话 恐怕也不是说 如果台积电 他今天是梁梦充的话 做这种预防 那我们来想一想 很多东西留得住人 会不会留得住心呢 这一点 ok ok 两年不是七年 他是七年 no 两年 我在很多地方看不到 你那个叫前学生 前学生 对 前学生在那个 Caltech Caltech去念书 很outstanding Caltech的那些professor 都视他为明日之星 就是一直想要留他在美国 就发生 他专门研究什么 他专门研究导弹 研究那个 那个尖研武器 结果呢 因为他 他很爱国 所以他早就已经想说 我来那边研究完以后 他无论如何一定要回中国 这个是在1949年 就是大陆沦陷前后那个 他一定要回中国 那老美一知道以后呢 就无论如何把它给扣留在美国 然后软禁两年 两年之内 七年 不可能七年 七年的话 你把他时间算一算 如果七年的话 中国导弹 中国第一课医院之战是什么时候 什么时候爆发出来 不可能到七年之后 他们推估一个学者 两年之内 不要让他接触到任何这方面的资讯 不要任何的这种书 资讯 期刊论文 不要让他接触 两年之后 他一定可以呢 同这个主流里头一定会溢出 就变成是鼓鼠轻作 然后两年以后就放他回去了 回去以后呢 没想到呢 回去一年以后 中国的导弹出来了 中国的原子弹出来了 所以这一块老美后来认为是非常大的 非常大的nestay 是两年 不是七年 七年的话 中国不会那么快 不可能 那另外一个就是 你刚刚所提的这个问题啊 跟这个不一样 那梁梦松是中国人啊 梁梦松是台湾的大学毕业生到美国去留学的 他又不是韩国人 这两个例子不能这样比的 你懂吗 这个比喻就不能 那可是 我的问题只有一个 事实上就是说 你应该事前做一些推演 这个人如果不留 这个人如果怎么样的话 他可能会采取一连专 最坏的打算 你应该有这样的擦盘推演 要有这样的预见能力才是 毫无这方面的预见会 那至于应该用什么方法 这当然台积电的高神应该有这样的盘算 以及策略 想办法这个人留下来 否则取代韩国太太 那很可能会被山洞端过去 先前我跟你们讲的 综艺船 台湾的海军的综艺 台湾的IDF的整个F16的生产线 两个海军跟空军 两条研发的成果 活生生的就是被韩国把它给全盘端走 我没有跟你讲过 对吧 而且梁梦松又是另外一个最新的业绩 所以你们刚刚不是讲说 呃 有什么 敌人如神 不如什么 有队友如猪 是不是 这句话怎么讲 在讲 不怕神一样的对手 只怕有猪一样的 队友 这句话蛮传神的 不怕神一样的对手 只怕有猪一样的 队友 对手写单单 大家再来看 所以以后你身为领导者 人事问题上是非常重要的 今天他不为你所有 你应该推测 他很有可能会是什么样 那后果会是什么样 我很意义 我觉得梁梦松这个案子会发生 在台积电里头 3 2 1 OK 还没有问题 好 没有问题 那就会主了 欢迎回你们这些角色 嗨 大家好 那我们今天要报告的主题是 孙子兵法无所不在 那这是我们的agenda 首先我们会讲一下我们的研究动机 然后再来我们会从各个面向来 讨论孙子兵法的应用 那最后我们会下一个结论 那我们的研究动机就是 因为我们认为现在很多报章杂志 他在用到孙子兵法的时候呢 通常都是跟 来探讨一个企业 为什么会成功或失败 那我们觉得说 其实孙子兵法应用一定 远远广泛于此 所以我们就会从不同的面向来 探讨那个孙子兵法应用 那这样也可以增加 活泼还有趣味性 那这就是我们要探讨的五个面向 分别是企业面 政府面 自然面 感情面还有日常生活面 那首先我们来看 从企业面看孙子兵法 那我们在这个企业面 我们举的暗逸是一家叫 Gravity Payment的信用卡公司 那在介绍那个个案以前 我们先来模拟一个情况 那就是当如果今天一家公司 它面临到它的营收下滑 然后开始业绩压力升高的时候 员工会面临到什么样的状况 那通常就是加班或是扣薪水 或是取消休假 那最后的情况就是 员工会丢掉他的工作 然后回家吃自己 那在这样的情况下 通常员工的心情也会不好 那心情不好化身体就容易疲糕 那工作效率也会降低 那在模拟完上述的情况以后呢 我们就来看Gravity Payment 那这家公司它也是面临到 我们刚才模拟的存况 就是营收下滑 然后业绩压力 就是业绩压力往业绩压力上升 那在这样的公司的困境下呢 他们所做 他们采取的做法是蛮逼人压力的 他们反而是替每个员工都加薪40% 那初月估计大概有120位员工 他们有加薪40% 那这样大概每年公司都要多花 240万在员工的薪水上面 那为什么他要这样做呢 根据他们的执行长Dan Price的说法 是因为Dan Price他在观察他周到人事 人事务的时候 他怕觉得当员工面临到上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 心情不好 然后就是身体也会疲糕 那工作效率如果下滑的话 这样怎么帮公司充业绩 来帮公司渡过难关呢 所以他才采取这一种反向思考的做法 来帮员工加薪 鼓励他们提升他们的士气 那至于Dan Price他自己则是主动减薪90% 就是引跟员工一样齐投資的薪水 他认为这样对公司是最好的 那这故事的结局就是他们成功的渡过难关 那所以我们认为这个个案呢符合孙子兵法史记篇所说的 道者立民与上同意 可与之死可与之生而不畏言 所以透过Dan Price的政策 他所建议的道 他成功的整合公司内部的士气 那让员工的工作效率增加 然后也取得员工的信赖 来度过公司的难关 下一个就是我们认为Dan Price他有符合 他在这个案例里面符合孙子所说的 降者应该具备的五个特质 就是自信仁勇言言言 那智的话呢 他事实是就是他根据他的观察 然后采取他认为最 他采取的方法是最能对症下药的 那事实最后证明他所做的也是满正确的 那再来信的话他言而有信 他有他也有遵守他要帮员工加信的承诺 那再来的话是人 他对员工就是宽以待员工 就是有帮他们加信40% 那再来的话是永 那永的话是因为他所采取的策略 应该是多数决策者 不会在公司经营困难的时候所采纳的防滥 所以这展现出他无惧的特质 那再来是盐 就是盐以律己 他在公司困就是最困难的时候呢 他自愿减薪 跟员工共体时间 然后来跟大家一起参加这个难关 减薪是90% 大概90% 他原来现在有多少 他没有恐怖 他应该讲 他应该讲 这样才知道他减多少 剩下10% 说不定在员工好几倍了 有可能 但是这是一个故事 你知道美国的CEO 每月的他们的 他们的 他的薪水 是美国员工的几倍 是不是 数十倍吗 数百倍吗 你知道大概是你刚刚所讲 500到1000倍 然后他减薪了90%以后 他剩下的薪水是原多了多少倍 你应该去估设一下 所以美国这样的一个做法 很多时候呢 在东方国家里头 是不是让你起了效法 不见得是这个社会所接受的 日本就好多的 日本大概是五十到一百 台湾现在一直慢慢就学老美 就以致为规念 我说是 哇 好晚的薪水是高啊 好几百倍的远方 你可以思考一下 補充一下 好 谢谢老师 很不错 好 那这就是我们从企业面 来看孙子兵法 那下一个就是从政府面来看孙子兵 那我们可以看到这则新闻 这下面写说 台北市政府 他要开始重罚乱丢烟地的行为 那最高 他可以乘除到5000元 新台币的发金 那其实 这就是 我们认为他符合军行片里面 所讲到的 不可胜手 可胜工业 那台北市政府 他对于乱丢烟地这个行为呢 他并没有去做一个 顺应大众行为模式 大众就是喜欢乱丢烟地 所以我们认为 他应该采取一个更好 就是采取一个手势 就是顺应方法 顺应民众的行为 就是可能多设 那个可以集中投地烟地的地方 或是宣导民众要 把烟地丢在该丢的地方 这样 而不是采取一种 这么强硬的手段 就是只是祭出重罚 来遏制这样的行为 所以我们认为 他就是一个不可胜 但明知情是不可胜 但是采取公式的例子 好 那再来我们看到这张图片 这张图片 大家可以看到 这是一个设立在地板上的烟灰缸 那这个图片是在荷安拍的 那荷安也是一样 他吸烟人口非常非常多 所以他也有 他一开始也有那些灌丢烟地 然后造成了环境张纹的问题 所以那荷安政府 他有见于此 现在大家那么喜欢 在地板上乱丢 他又在地板上设议 很多个地板 地上的烟灰缸 让大家统一往那边丢 这样他就很有效益的将问题解决了 所以这就是一个不可胜 所以采取手势 采取顺应 大众模式的行为方式来解决 解决他们的困扰 现在大家可以看到 这是一个设议在路边的小便岛 那为什么要设议这个呢 因为在荷安 在上公 又是荷安 在荷安上公共厕所的话 是要花钱的 我想在座应该没有 各位应该不会愿意 为了上一次厕所 要花个二三十块台币吧 对 所以荷安的市民他们也不愿意 所以他们就随地小便 那我们有查那个法条 他是说 假设你在公共区域的话 吸食大麻是要罚七十欧元的 那如果你在公共区域 随地小便的话 是要罚到一百欧元的 所以可以看出来说 他们随地小便的问题 比吸食大麻的问题还要严重 所以 所以荷安政府才想的这个办法 又是一个顺应大众行为模式的方法 就是在路边设立小便岛 然后给男性解决他们的生意需求 那至于女性的话 就自求多福 没有设立女性 给女性用的 所以这也是一个 就是明知不可胜 所以才需收视的例子 那再来我们从自然面来看孙子冰法 那自然面的话 我们先看这三个例子 分别是灯笼鱼 花糖还有捕鱼茶 那灯笼鱼的话 他就是居住在深海里面的鱼 那他就会透过公园 来引用那些鱼类靠近 然后再把它吃掉 那再来花糖的话 他会把自己喂装成花瓣 然后呢 当昆虫去采集花粉 或是吸食花蜜的时候呢 他就把你吃掉 那再来捕鱼草的话呢 他会分泌一种汁液 那汁液会散发出 苍蝇喜欢的味道 那苍蝇就会闻香而来 那当苍蝇停在捕鱼草上面的时候呢 他就会把它抓起来 然后消化掉 所以我们认为就是 这符合实际片里面所说的 利而幼之 攻其不备出其不易 所以灯笼鱼就是用它的光源来 吸引那些猎物靠近 花糖则是用花粉跟花蜜 那古蝇草则是用它分泌的汁液 那再来下一个是蜘蛛网 那蜘蛛网为什么也符合呢 因为通常我们对蜘蛛丝的概念 印象就是它很黏 然后它很强韧 通常只要昆虫被黏上去以后呢 就不太容易挣脱 但是最近科学家他们做研究 又发现为什么蜘蛛网 它可以这么轻易捕获昆虫呢 原来是因为昆虫它在拍动翅膀的时候 会产生电荷 那就是要有静电力 就会把昆虫吸到蜘蛛网上面 所以 所以这也是一个公其不备出其不易的例子 因为那些昆虫万万想不到 就是自己拿来保命用的工具 竟然是蜘蛛网可以捕获汤的最大原因 再来下一个例子是变色龙还有章鱼 那它符合虚实篇所说的 撤之而之得失之计 那通常这两种动物都还算蛮聪明的 所以当它们到一个新的环境的时候呢 它们都会做形式评估 然后大概在评估完得失以后呢 它们就会根据环境来做最好的策略 然后来适应那个环境 像是变色龙的话 就是会根据环境变色嘛 就跟它的名字一样 它就会变色 那就让它可以达到自卫 自我防卫 然后掠捕食物这些条件 那至于章鱼的话 它蛮聪明的 它也有擬太的功能 那有些章鱼也会模仿海中生物的移动方式 那来让自己降低被捕食的几率 这就是我们从自然面来看孙子冰法 好 接着由我来分享 从感情面来看孙子冰法 孙子冰法提到说 知己知彼板上不淡 那也提到说 上兵伐某歧视伐交 所以因此我们主人 拟定了初三个上中下车的策略 上车呢是上兵伐某 我们可以创造出一些单独相处的机会 那既有简单的谈话呢 慢慢的将对方的歌星摸透 那中车呢 我们可以骑士伐交 我们可以与对方生命中 几名重要的好朋友变熟 那藉由透过朋友力量 来了解对方是怎样的人 那下车呢 如果是上车跟中车 都没法进行的话呢 我们不如就大大方方的 向对方展开一场追求战 假设我们已经了解 对方是怎样的人之后呢 我们可以分析说 如果对方是一名看中 看中低印象的人的话呢 我们就要 我们就可以运用 新史离民法作战兵所提到的 顾兵贵胜贵咎 也就是说我们在决定好 自己追求的理想对象之后呢 就必须快速的拟定作战方针 从认识到熟悉 从熟悉到暧昧 再从暧昧到情人 讲到那个 一段一段的过程中呢 就必须要非常的快速 然后切记不要拖延时间 那如果对方是一名非常谨慎的人呢 那我们就可以用 利用村子平凡 实际品所提到的 公其不备出其不意 那因为对方是一名非常谨慎的人 所以我们不仅要做好 打好持久战的准备 那我们更要在这场战争中呢 创造出一些不平凡的体贴 那利用忽远忽近忽快忽慢的节奏 来控制对方的情绪 那如果情侣交往之后呢 那我们可以应用就是 就是一把视频所提到的 其正相声那 其正相声那 其正相声的部分 那正的部分呢 就像日常生活中 我们一般 应对进退的一些 日常生活 那我们其的部分呢 就像是 我们可以准备一些小情细 那以我室友 许奥翔为例 那不是他女朋友 只是我那个 找到的而已 所以以我室友 许奥翔为例 就是 他跟他女朋友 他女朋友在台北念书 那他们平常都是 用 用电话来联络 所以他们平常 日常生活就是 电话联络 那许奥翔他有时候 或就是 在趁着廉价 或是一些放假的时候呢 就是 特地就不告诉 不告诉他女朋友 然后买车票 上去台北找他 也就是 也就是起的部分 就是我们的小情细 下一张 那接着我们 由日常生活中 来看水指冰法 那 我们可以用 吃到饱为例 实际篇所提到就是 一月到二月 天三月 一四月 降五月法 下一张 那也就是说 我们可以 拟定三个 天时地利人和 三个策略 天时的部分 就是我们可以 选择对的时间 我们不一定要 为了吃到饱 而空腹去吃 因为一旦 我们到餐厅之后呢 我们就容易吃得很快 然后容易饱 所以 所以说我们可以 我们可以还是要 可以把那个 持续拉长 拉短一点 那因此如果 然后此外如果 担心我们吃的太多 容易胖的话呢 我们可以选择 在中午时间用餐 那不必担心 我们 那个不易消化 那相较于晚上 我们也不容易给胖 而第一部分 是呢 我们可以事先选择 适合的地点 那是中赏或餐厅的食物动向 那我们可以选择 适合的口味 跟可接受的价位的餐厅 那是我们成功的第一步 在用餐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事先先巡视一下 食物百方的位置 那选择 选择我们有兴趣的食物位置之后 在有 所以可以帮助我们 在有限的时间内 去吃我们所想要吃的食物 而避免撒影有归 那在于人和的部分 就是我们可以选择 对的人 依照自身的个性一起吃 我们千万不要愿 那种可以放 可以不能让自己放轻松的对象 像是你的情人 或是你的闺蜜 那这样子的话 不仅会造成我们需要 需要 假装自己胃口很小 那也怕 我们不能大口饮食 去享用我们的美食 好 那先问我们 一个小总结 小结论 就是凡战者 以正和以其胜 那正的部分 就是我们前面所提到的 天使地利人和 那我们其胜的部分 就是我们可以 从甜点 或者是人和人少的餐点 开始吃 那避免跟别人排队 那浪费我们过多的时间 我们方面就是 我们知己知彼 百丈多比 那我们知道自己 知道自己有多好食量之后呢 我们才 我们才能去 才能在吃到宝当中 获得最大的经济利益 所以说我们吃到宝的聪明策略 就是知己知彼 我们可以先环视食物之后 我们再做选择 从不同的食物当中 了解自己的胃可以饮食多少 哪些食物是CP值高的 一定得要吃 哪些食物则不适 那此外呢 我们可以使用一些 比较小的盘子 那 让自己避免吃太多 而容易 而容易有所不适 那最后是我们可以提高 我们咀嚼的事数 让自己更好消化 避免自己在 吃到宝当中呢 是非常痛苦的折磨 那就是我们 在拿运动比赛 排球为例的话 随此笔法行篇 所提到 聖兵先胜而后球 二球战 敗兵先败而后球 先赞而后球胜 那 也就是说我们陛下 有手才有功 对 那假设我们自己 今天遇到自己 跟自己能力相当的对手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先求不败 将防守守住呢 等对手自己失误 再让自己得分 那假设我们遇到 比自己还要强的对手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 我们就必须再带 省机 通过了解对方攻击手的习性之后呢 将防守守起来 然后进攻 最后是 不意不失之处呢 并是他们脆弱之处 攻的部分也就是 我们可以利用 知己知己的策略呢 找出对方的弱点 再赢得最后的胜利 最后是我们提到 大学生最长的上课比例是习课 那文工坟所提到 多算胜少 算不胜 则无 则是不成 就是上课跟校课 上课以校课最重要的部分 就是在于教授是否点名 以及教授点名的评语 或是其性为合 假设教授每个礼拜点的话呢 我们就是必须看我们的点名方式 如果是随机点名的抽点的话呢 这情况大于等于0 那我们可以先求不败 也就是说呢 我们可以先去上课 我们想到上课之后 看看教授是否点完了名 那我们再找到实际就可以离开 那假设 假设 假设 教授是属于那种 上个礼拜点 这个礼拜点的话 也就是所谓的隔周点 那我们就是可以先求不败 那我们可以看 可以去 算一下教授 点名的频率 那可以考虑去上课 但不一定会不会点到 那如果教授是随机点的话呢 也就是我们不能公 因为我们根本不知道教授到底是怎么点 或者是根本找不到他的频率 也就是说 我们根本找不到任何弱点 所以说我们学生处于绝对的弱势 我们只求不败 然后 也就是说 我们必须更多人上课 那这边是我们的结论 我们结论就是因为 其实孙子兵法的理论 我们不仅可以只套用在战场上 跟战场上 也可以套用在不同的面向 像我们刚才所提到的上课跟 那个感情面方面 那我们 对 那如果我们对孙子兵法 还不够了解我们 我们不妨可以先从个人做起 将古代行人的习性应用在生活当中 相信一定有不一样的收获跟视野 好,谢谢大家 那我们今天就是要跟大家报告一下 情报报告 好,那我们今天想要应用孙子兵法 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注意到的两个个案 第一个是台湾大车队 第二个是 最近比较多人在关注的就是 王雪宏跟宏达电的关系 好,那我们会很快 那大家 我们直接进入到主题 第一个我们让大家看一下 这是我们第一个案例 台湾大车队 那简单介绍一下台湾大车队 台湾大车队股份有限公司 它成立于20509月9号 那董事长是林春田林先生 那待会我们所有的 重点都会着重在于说 这个领导者他的所作所为 那主要进业务当然就是 计程车的开行业务以及广告服务 那它目前是计程车业里面 唯一一个上柜的公司 那它目前在美股盈余 去年的美股盈余 EPS是有达到6块 所以其实它的经济要是蛮不错的 那接下来我们也会跟大家讲一下说 为什么它会有这样子优异的表现 好那第一个我们就开始讲一下 我们先讲一下台湾大车队是什么出现的 这个董事长林春田林先生 其实大家可以看一下 在整个报告开始之前 我们想跟大家回应一下 之前老师所提过的就是 与其说每一个企业的所作所为 与其说我们去看一些成功企业的所作所为 有没有符合孙子兵法 倒不如我们来说 很多企业它所成功所作所不为 所作为的部分 反而都是包含在孙子兵法的一个大的范围里面 我们倒是觉得孙子兵法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造 造柱底下 接下来我们才能去看说 原来这些公司的成功企业的所作所为 的确很符合孙子兵法所提到的一些相关的观念 那我们首先先看一下这个林董事长 林春田林先生 他其实在2005年的时候 他才开始接手台湾大车队这间公司 那在他接手台湾大车队之前 他本身是全宏通信行的老板创办人 他创办了24年 但是在民国在2005年的时候 他发现 虽然他创立全宏通信已经很久了 但是他发现在2005年他发现整个电信业 垂直整合的派是非常的明确 那他发现一般传统的通信行 经营上是越来越困难 虽然他当时是还有破例 而且专业前其实还不少的情况之下 但是他还是觉得他面临到说 接下来可能垂直整合的态势越来越明显 通信行的生存越来越困难 所以他当时毅然就急流涌退 他把他的全宏通信卖给了远传 那就是三大电信其中之一的远传电信 那卖完之后他手上就有很多的资金在 那这个时候刚好又在这个时候 原先台湾大社队的经营者 经营团队就是因为亏损的关系 就找上他 因为他现在身上有资金 那这个时候 董事这个林春田先生就准备做接手的工作 那这个地方大家可以看一下 现在回头看 当然他最终把台湾大社队带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境界 但是在当时2005年的时候 其实他面临到了非常多不利的环境 第一个他把一个他从一个有获利的企业 或有获利的产业他退下来了 集流涌退就是他的第一个动作 下的第一个决策 第二个他进入的是一个传统产业 那大家也知道对继承车业来讲 是一般社会大众认为是一个进入产业 门槛比较低的一个产业 那事实上你只要开间公司 那你只要招揽汽车招揽司机 那接下来就开始运作了 那看起来是一个进入门槛比较低的一个行业 那在当时2005年的时候 因应到整个台北捷运开始开通 有这样子的飙涨 所以其实大家对于搭乘继承这件事情 其实是越来越相对是比较不愿意的 因为有很多替代的方式 很多不利的因素 所以其实我们现在再回头看 在那个时间点他做了这样子的决定 那我们觉得当然回头看觉得是好的 但是在当时我们觉得说 他可能是一个做了一个 假设你要用尊子冰牌来解释的话 我们觉得他就是一个善收者 他退出一个他觉得即将要 比较没有到获利的一个行业 那跨进去一个大家都不喜欢接受的行业 那反而才是他获利的根本 好 那我们接下来看 那毕竟进来了这个产业之后 他接下来就开始做一个整理的动作 那首先我们都知道 大家最常高级承的时候 之前最常货币就是司机的品质 司机的素质 可能就是穿脱鞋 穿吊嘎 然后可能脚冰 所以他在这个地方 那他就开始严格要求他的所有的同 所有的司机 一定要换穿制服跟皮鞋 就是把你的外在弄得干干净净的 那第二个他在轿车的部分 因为我们知道 计程车业就是需要轿车嘛 那因为他跟远传的关系很好 因为他就是把他全统通信卖给远传 所以他就是导入远传的一个3G的一个系统 那协助他一个快速的轿道车队的管理系统 第三个那我们也知道 其实计程车业是一个规模经济的行业 你一定要有多的车 一定要很多的车 一定要很多的司机 才能达到一定程度的获利 所以他免费的吸引他的 鼓励所有的司机都来加入他的车队 那在这个同时他就用这样子的保证说 我免费帮你们装上那个机 就是装下我们那个叫机的程式 我们等于是用送的 那就是吸引你加入我们的车队 降低路会的门槛 这个是 那我们觉得接下来 这个动作就是他开始去整理 他手上的一些资源准备要在这个行业 做一个积极的一个反攻 所以我们觉得 利用孙子兵法的角度来看的话 他开始转变他的态度 成为了一个善工者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那整个企业 从一个传统产业转型的一个 从一个传统产业转型来说 这个一定是中间有所棋有所正 那我们这时候就来分析一下 台湾大致对他的棋跟正 那首先第一个林春田董事长他自我的定位 他说我们不是传统的运输业 我们是高科技的运输服务业 重点在高科技跟服务 运输是一个附加的功能而已 那我们大家可以看一下 目前来讲 那这是他的骑士 在整个他定位上 他就是做一个骑的方式来做一个定位 他跳脱以往大家的想法 那但是当然骑阵骑阵的循环 那在正式的方面 他还是要扩张他的经济 扩张他的规模经济 所以他目前的全省的车辆也16000台 是目前继承折业最多的一个行业 最多的一间公司 那他每天的市占率跟轿车的电话 也都是业界最高 好这是他的 那接下来我们刚刚讲说 他转型成为服务业 转型成为服务业 那最大的收入就在说 他降低他的本业 那我们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数字 正常来讲 那一般传统的计程车行 他在月租派前的本业 也就是司机搭乘接送顾客 那我们从中间抽 那这个部分通常在讲 通常一般的公司 大概都到九成之上的比重 不管你是看到什么大都会 大发卫星 大概都高达九成的比重 都是在本业的部分 但是在这个林春天董事长 他的想法中 他就我们是个服务业 他在进入这个市场的时候 他就给自己一个目标 他说 他以前是做全红通信 他做通路的 所以他说 为什么不能把我底下的 我成功复制我一个通路的经验 移植到我现在这一个计程车页 他说 如果今天路上有 一千台一万台的车子 那每一台车都是一个行动广告 都是一个好像一个7-11一样 那这样子不是很棒吗 我们上了 你上了一台计程车 你不是搭乘从A点到B点而已 你在中间还做了很多的 也许是消费 也许是满足你需求的一些功能 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 首先第一个 他就是强调他的车子广告收入 你看他这里已经带到四成 大家如果有 在路上 我们做的这个报告之后 我们开始注意一下 还真的你只要看到车 路上的计程车 越化化亮亮的 你就看到上面真的是55688 真的就是台湾大车最好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 那他们在车体广告的上面 他们就充分运用 那当然整个车子就会去做啦 就是说像这一块最大块 可能就是你家花比较多钱 前保险杆 后保险杆 还有头顶 那还有一些车后窗玻璃 这些地方都是广告的收入来源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 如果你们 我们还特别去试乘了一下 因为其实在高雄真的比较少 你在做计程车 台北就很大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是他们最新的一个科 最新的一个技术 就像每一台车上面 都会有一个电视 那这个电视上面 他就是一个互动式的选项 你可以从上面下 你可以从上面 选到一些产品 或者是下载一些coupon 那你接下来你就会去做一个消费 那这个是他们 延伸出来的一个广告的收益 那大家可以看到整个 像现在的 以前的计程车 你可能都只能付现金 现在可以刷卡 还可以游户卡 那这个都是扩充他们的 使用性已经增加他们的广告收益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 他的整个车辆维修的周边 已经占到了快要三成 快要三成 所以也就是说他们已经慢慢降低 他们在本业上的一个依赖 他们希望最终最终 本业的收入最好将到两成就好 剩下的全部都是在广告的收益 因为广告的收益是一旦贴上去 就算我没载到顾客 我还是可以收到钱 好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 那最后他们把车上的硬体做好了之后 那接下来就要 从外部的环境他们也都克服了之后 接下来就要看内部了 内部我们来看一下 他们是 我们知道计程车历最重要的就是司机 最重要的就是司机 那我们看一下 台湾大队是怎么样子 来辅助他们的司机 来做一个身处的动作 我们知道一个计程车司机 他大概最在意乎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就是他怎么进入这个产业 很多人都说我没有工作了 所以我想你开计程车 但是你怎么开计程车 你有车吗 好那第一个 所以他就协助 他用先买车后分期还款的方式 去协助他新进的司机 也就是说只要你愿意来当我的员工 我就公司会先帮你买车 买完车之后 你只要分期付款的方式 三年五年不等的时间 我用比较低的利率借给你 你去外面跟车代借 你可能比较贵 公司用团体的方式 我可以用带到 跟银行谈到比较低的利息 我把这利息回馈给你 当然我中间抽一点车 那这样子的动作 会让司机有什么 一个归属感 就是我知道在你这边工作了三年五年 就算我会不做了 至少我带一台车走 那你会比较对于说 这边工作比较有一个认同感 那其实相同的做法 我们也是跟大家分享一下 像大家知道 统一集团底下有个捷胜通运 捷胜通运 捷胜通运它就是专门在运送 各个Seven之间 Seven之间的物流的配送 他们也是用一样的做法 一样就是跟 跟你的新进的员工谈好说 我就是这台车 我公司先帮你买 你每个月从薪水拨一部分 来做我的还款 那五年后 你五年后这台车就属于你的 假设你要离职 你至少可以带一台车走 你不会凭空 只是单纯做个离职 那这样子的做法 其实很多企业都有这样子的做法 那其实就是会增加顾客 员工对这份工作的认同感应归属感 那我们接下来再看说 除了怎么进入这个行业 司机的第一个困难之外 他第二个困难就是 我怎么生存下去 很多人往往都会说 你做计程车司机 你的收入不稳定 那如果未来你想要经营你的家庭 经营你的家庭 你可能接下来买房子 你可能接下来会有一些贷款上的需求 那当你今天只是一个计程车司机的时候 一般来讲你可能提不出什么证明去跟银行做借款 你去跟银行借钱的时候 说你的工作是计程车司机的时候 很多银行是没办法跟你借钱 因为我根本看不出你有什么固定的收入 但是在台湾大车队 因为他们全部都电子化了上线 你每一天每一个月 每一季的营收 都在你的行车的电脑里面 我们都知道你这个月到底收多少钱 你一季大概赚了多少钱 那这个会存在公司的电脑里面 那当你需要去跟银行做借款的时候 去跟银行贷款的时候 公司就可以提供给你这份资料给你 那这份资料就可以当做 你就是好像一个稳定工作的收入 当你的收入来源稳定的时候 你就可以跟银行做一个贷款的工作 那相对于扩张来讲 你在生存的部分 就会相对变得比较坚强一点点 你就不用考虑到说 我好像是一个居无定所 好像是没有一个固定收入的一个公司 好那最后他为了要 当然我们就像我们刚才讲的 规模经济的部分 他希望吸收到很多的司机的时候 他就跟你讲 以前大家可以看到 一般传统的地区性车行 车子上真的不喜欢贴广告 为什么 因为那台车是司机的 贴上这个广告 他说我拆的时候 挂到我的口气怎么办 所以这个时候很 刚开始他们在推行车体广告化的时候 也遇到非常非常多的问题 很多司机是不愿意贴的 他说我就这样子开马 我也没有要赚额外的收入 我就 我就只想要做一个载人的工作 你不要动到我的车 我的车很宝贝 那是我身材工具 好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他用这样的方式 他说他们希望车体广告化 占的营州比例越高 所以他们就鼓励我的 鼓励他们的员工说 好我兼免你的月租费 抽成的部分我抽比较少 但是我希望你配合 我们公司的政策贴广告 那这样的事情下来 等于是说 他在本业的部分虽然减少 但是他可以在其他车体广告营收的部分相对提高 那这个是我们觉得他在协助原工 协助他的员工 协助他的司机上面做的一些努力 好那最后我们看现在经营绩效 经营绩效就是相较于我们刚刚所提的 不管他们在硬体跟软体内部跟外部 他都设立了一个跟一般传统计程车行 不一样的一个作为之下 那显现出来的经营绩效 我们来回顾一下 是不是真的有这么有帮助 或者他只是做了一些无谓的工作 我们看一下目前他是唯一上柜的计程车运输业 那他目前的市占率19%是业界之怪 那全省车辆16000辆也是业界之怪 那在民国100年的时候 他还荣获了台湾创新企业百强 那最重要的就是他的每股盈与EPS 连续两年 其实我们抓到很多年的资料 他大概20… 对 但是我们就是先用1020跟103年的 那都维持在5块以上的一个EPS 那其实上获利是相当不错的 那这是我们针对台湾大车队的部分 那接下来我们还有下一个同事 大家好 我现在来报告宏达电的部分 那宏达电大家也知道他最近很满惨的 大家都在期待他一直往下跌 很多原因 那事实上问题并不是说 宏达电他本身他产品出了什么问题 那事实上是他在管理阶层方面 他们的思维 也就是王雪宏他在他的思维的方面 导致宏达电走错了一些路 那先介绍一下王雪宏 王雪宏他本人 他是王永庆二房的女儿 然后先生是在威胜 那在1987年的时候创立了威胜电子 那1997年的时候 利用威胜的转投资 再成立了宏达电 那 就是说王雪宏他本身并不是电子电机方面的 他有这方面的转场 他其实是一个 他原本的转场是行销通路 那 因为 他的先生陈文奇 然后 从intel那边挖角一些团队 那 但是他们缺资金 那早上王雪宏 那因此王雪宏就帮他 呃 成立了一个威胜电子 是这样的缘故 那 呃 宏达电很惨是因为他 呃 从最高股价1300 然后跌到最近是 最便宜的时候是72.7元 那 那 王雪宏他厉害的地方就是 他创造了两个谷王 第一 呃 一开始是威胜了629元 结果跌到现在剩下5块多 那 另外一个就是 那个宏达电 那 他呃 问名出在哪 他其实是说 呃 在虚实篇里面有提到 呼兵行向水 那水之行 必高而趋下 兵之行 必食而急需 水 因地而治流 兵因敌而治胜 故兵无常事 水无常行 因敌变化而取胜的未知神 那 呃 王雪宏他 王雪宏他本人 他他厉害的地方就是说 他知道如何避开死 这个死是指 他那时候面临的那些 较大并竞争对手 像威胜的时候 他的最大对手是 英特尔 那英特尔 因为他是个大巨人 那大巨人 他因为 呃 在选择那个主机板的规格的时候 因为英特尔选择错了 然后威胜而趁虚而入 而 找到一个他 威胜在全球 主机板产业上的那个立足之地 那宏达电也是一样 宏达电他 呃 一开始是替 呃 我们 应该小朋友都不知道 就是有 以前有一个知道 smartphone 他其实叫 呃 叫做 行动助理 就PDA 那那时候他都是帮 帮这些PDA 在做代工 那 呃 之后 Android手机也是Google Google他 创立了一个Android 作业系统 那 宏达电发现到 这是个机会 因为 呃 PDA 其实不好用 那Android 可以比较好用 然后他就 呃 从代工转型为品牌 然后 呃 进而去击败了 呃 Windows系统的PDA 那 那 王小他的长途就是 他还蛮会探人才的 就是 他那时候看到他的先生王文奇 带着Intel的 呃 从Intel那边挖角来的团队 然后创立了Waysern 然后 他也充 因为他其实本身不是电子专长 所以他充分受学专业人士 那用人不宜人不用 那 对于那个 呃 Waysern的晶片产业 跟宏达电的手机产业 其实他蛮 在那时候 他是蛮有远见的 那他短处就是 因为关系人交易 他跟 呃 那 呃 另外一方面就是 他 呃 他身为董事会 然后 他却没有充分发挥作用 然后往上 不管 也就是说 陈文奇跟钟永明 他在经营公司的时候 呃 经营的这么差的时候 他还是坚持不换 那导致 威盛跟宏达电视越来越惨 那另外就是高薪聘请国外团队 却不信任具备实际的本国团队 也就是说 呃 王雪永他在一开始 他就对于 美国来的科学家 或是美国来的那个 经营团队 他比较信任 那对本土的团队 他就比较不信任 那 呃 呃 之所其 之所正的部分就是 其正一直在循环 那 宏达电为什么他可以呃 成为古王 也就是说他一开始 他呃 一开始他看到就是Windows手机的不好 然后他就跟Android合作 那这是起 那后来是 呃 当大家也都投入智慧型手机这个市场之后 呃 就变成正 那他 呃 接下来他就发现到说 大家都喜欢拍照打卡上传 那他又再去 他又去把 智慧型手机的照相功能跟夜间拍照提升 那这是起 那等到当大家也 投入在 照相功能的时候呢 他又退出了金属机壳 那因为金属机壳这个金属功力是蛮难的 所以 呃 目前为止还没有其他 手机品牌 呃 敢做 就是说 敢把他的旗舰机用金属机壳来做 但是 呃 在虚实片的时候 他的虚 呃 红达电的虚就是出 问题就在于 他没有核心能力 也就是说 他的那个 他的 APM就是他的核心 然后他的RAM 他的萤幕 全部都是要跟 三星 要跟LG 要跟其他竞争对手拿 那这是他的虚 那另外的部分就是 因为在这种 这个产业下很多专利的问题 那导致红达电有时候会误出 误采 呃 专利陷阱 那他如果 不 他如果希望在那个地方 卖 继续卖手机的话 他就必须付出全力金 那他就已经先输一半了 那这是他跟APM之间的输送 然后 就是常常就在 呃 在他 从1300开始下跌的时候 就是那时候就是被 APM盯上 那 呃 他一直踩到专利 专利陷阱 那一直付全力金 导致他 呃 一直在亏损状态 那 呃 未来宏达电的 问题 呃 宏达电的优势跟劣势呢 就是说 他的长处就是他的金属饥渴 然后过来就是他 呃 高中低价位的 鸡海车员 呃 还是可以满足很多消费者 那他短处就是说 使用鸡海车员 他就是会让行销费用 他必须 呃 花更多的费用在行销 只要他每一只手机 那 另外就是他在中国 美国印度的市场 呃 没办法打入 最后就是他关键临组件的问题 他一直没有自主性 那我们的报告到这边 谢谢大家 好不好 我们这个各组报告都有一些欠修啊 各有欠修 呃 呃 只提一点 啊 刚刚那个林彦均他们那一只 我做的报告呢 提到那个 大自然里头啊 所有的动物 动物 植物 为了要学生存 都各有其啊 啊 出奇的地方 都各有其方法 呃 呃 你们刚刚给的例子跟说什么 哪一种不凝床 他会释放出什么东西之外 那 这里头的背后的道理 很跟孙子兵法不谋 很接近 所以 孙子兵法 其实你去诅他 你去发掘啊 孙子兵法的思维啊 就被他诅过大自然 大自然力量最大 你看现在的气候越来越热 是吧 大自然改变了 影响了 所有一切人类的行为 所以如果你能从大自然里头 天地之间的一些运作的过程 去体会到一些战略思维 体会到一些战畜思维 你一定可以拥有孙子 同样的一样 非常的有值得 那这是做的一个方案 这块是值得回去好好思维 所以你只需去领略孙子兵法 背后的思维 其实他跟自然业的运作 息息相关 这是他跟其他的西方的思维 以及其他的战略家的思维 不一样的 你只会 只会看看 可胜者 手也 不可胜 不可胜者手也 可胜者勾也 连把者跟也散掉 就变成是 不可胜 手 可胜 勾 对 因为打不赢 所以只好手 打得赢 所以只好错 那个地方 你举荷兰 丢那个 燕地 那个地方 因为你省了者 省了也 就整个意味的完全 弄 弄 你要回去看看 可胜者 这个 勾也 不可胜的 手也 原本是这样 好吧 这个学习 我们就到这边了 那 这本书 很值得大家 再三去 去回味它 再三去读它 很多人 一读百诸的 一辈子 一本世子兵法 年纪越大 体会越深 那可以在我们各个领域里头 放入大家 希望各位除了管理学之外 也能够把世子兵法 带入到我们个人的思维里头 那成为我们看待事物的一个 一个很有力量的一个观点 那这个观点可以在一切处 都可以放在这上方 希望各位能够把它背起来 也重要的张智 把它背起来 它变成你的思想力不可 老不可拔的一种人生的态度 久不久之就成为你的智慧 成为你的一种 一种跟孙子一样 拥有的一种犀利的观点 你好好体会一下 它不只是教人家 怎么去赢 它甚至体会到 它教导我们 怎么样去主导我们的人生 你没有信心的时候 当你被打败的时候 你好好回去看孙子兵法里头 某一些张句 记得这句话 你的人哪里会有不如意的时候 对不对 你在职场上有不如意的时候 你在发展的过程当中 受挫的时候 记住 回去独孙子兵法 看哪一段 能够给你重回 重新释回信心 给你起的很大的期望 这方面百事不爽 祝福专家 成功顺利 拜拜